大家好,我是庄老师 膝关节是我们人体较大而复杂的区区关节 所以膝关节炎是非常的普遍 现在是夏天,是调理膝关节非常好的时间 今天向大家分享一个辅助调理膝关节的自我按摩法 膝关节不好的朋友和我练习一下 第一个动作,按插大腿和小腿 那么我们这样做 两手握住大腿根部 然后用力往下一直插到脚踝 然后再回来 那么这个呢,移向为一次 左右各做50次 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整个下肢促进 血液循环 好,这就是第一个动作 那么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摩擦锅窝两侧的韵态 那么我们把脚伸直 双脚紧贴锅窝两侧的韵态 然后来回摩擦50到100次 就这样插 一直插到感觉有明显的热降感 那么两边都要做 做完左边,我们再做右边 当然,有些人的话是一侧膝关节有问题 另外一侧是没有问题的 但没有问题的也要做 这是可以预防 好,摩擦到这里感觉到发热了 我们再插竹山里 那么竹山里呢 就是在我们外心眼下四横指的位置 我们用脚跟摩擦 摩擦的次数的话呢 也是100次这样 总之感觉到整个竹山里区域 有明显的发热 就可以了 那么做完这个动作呢 我们就进入第三个动作 两手掌心 紧按膝盖骨 然后呢 先向内旋转按摩擦10次 1 2 3 4 那么做完20次之后呢 再向外旋转20次 1 2 3 4 好,这两个做完了 最后我们用空心拳 抄打竹山里100次 一直抄到整个竹山里区域 有热降感 好,自我按摩结束 那么以下 这个自我的调理法呢 膝关节不好的 要最小每天做一次 那么同时呢 现在是天气热 那么我们都会吹风下 吹空调 那么一定要注意膝盖的保暖 吹风扇的 不要对着膝盖吹 那么吹空调的 要注意保暖 好 本节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